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 仍有淡系祸福 世事难预料 这些都是警示着我们注意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 就算已经在事先做好了最好的防范 我们还是无法预测危机什么时候会降临在我们身旁 对啊 化解危机就是确保安全 安全正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尤其是对我们国军而言 部队的安全指数就是战力的重要指标 部队越安全战力就越能够发挥 而状况掌握就是确保部队安全的重要方法 大家还记得国防部之前所制播的宁静波涛系列保防单元剧吗 剧中帅气的反情报站主任 柔情攻势步步进逼的女间谍洪玉切 及中共情供朱毅 还有身陷敌人陷阱的退役上校庄永祥 相信大家一定都还印象深刻吧 所以今天的保防教育专题 就让我们一起来落实安全状况掌握 现在就请中央警察大学汪玉为主任为我们进一步做说明 各位观众大家好 保防工作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 以及防卫国家的利益 那么针对可能的安全威胁 那么采取预防以及反制的措施 而随着国际安全威胁形势的变化 还有网路科技的不断革新 当前我们国家除了面临外国 以及境外敌对势力的威胁之外 那么更有恐怖主义分子 还有网路骸客入侵等跨国性 或者无国界的犯罪活动 那么保防工作要能够有效地执行 就必须审时度视 以及用反情报的观点 通盘来测定国家总体的保防战略 那么为了这个缘故 法务部电话局特别拍摄一部 以保防法制化宣导为号召的 为电影《抉择》 那么邀请到了金钟奖导演 梁修生负责掌镜 并且由知名的演员梁振群 跟吴定谦单纲演出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 这部机关保防首饰直播的 为电影《抉择》 中文字幕《抉择》 好可惜 喂 真的 你来得正好 我现在陷入苦战 你一定要来救我 好啦 你等我把东西吃完 我再救你好不好 这个等一下再吃 你赶快先上线 好 好 来 让我用赏金恋人一号的账号 来解救你 不管你要帮哪位账号打通关 要你出发就行了 好 好好啊 快点 没有Cary一直在哪 你太厉害 太神奇了 你 对不起 我知道了 伟托你处理大计划的小部分 是希望你结合电脑科技的专业 发挥所长 为什么你始终无法到位 为什么不能和别人计划相衔接 为什么 拜托你打起精神来 你领的是纳税人的钱 我要再偷懒迟到了 我要让大家为难 主任这个人啊 做事很严谨 特别注意细节 搞得大家都很紧绷 不过话说回来 你最近工作的时候精神是真的不大好 就是晚上帮人家打宝物 赚一点小理用钱就这样而已 顺哥 我知道你很会打电脑游戏 可是不要为了赚一点小钱 搞得连饭碗都捧不稳 而且又到年底了 又到了打烤机的时候 还是小心一点 因小失大 不值得 去跟主任道个歉吧 他是个外冷内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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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我这烤机再少一分就变平等了 我这样还能继续在这边工作吗 考期是一年工作的表现 操信 学识 才能 贡献 作为审核的标准 在行研机构上班 时校之内 必须完成阶段任务 可是呢 你却常常延迟计划 影响整个计划的发展 还听说 你一向都准时下班 去做其他的兼差工作 我如果给你好成绩 对得起其他认真工作的同事吗 顺哥 哎哟 怎么了 什么事让你这么心烦啊 要不然 怎么会连你喜欢的游戏都不玩啊 我花了四年的时间考证公务 我一直想要每天晚上在这边煎个小餐 我却没想到 我就碰到这么难搞的主管 他怎么难搞啊 他不难你啊 他的名言哦 就是魔鬼藏在细节里 不管大大小小的事哦 他一定要把所有人弄到人牙马翻 不然他不会散罢甘休 我在这边赚点小钱也只想要找点成家嘛 结果呢 他把我的考纪打得很差 我真的越想越生气 哎呀 顺哥啊 增加赚钱 还不容易吗 你现在 在国家研究单位上班 其实啊 这脑筋只要是会 转一下 赚钱很容易的 你是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都听不懂 你现在不是有在处理科研专案计划吗 只要你动一点脑筋啊 拿到完整的专案计划 就可以拿一点好处 可是你要专案计划做什么 相遇 工人 工人 商聚 事情 政治 在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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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謙遜一點比較安全 好 放心啊 我知道了 你來正好 我想買這台車了 你幫我看一下 好不好 千萬不要走錯路了 千萬不要走錯路了 都刪掉了 真是神不知鬼不缺 武全盛 我們是調查局 以涉嫌洩漏政府機民資料 這是搜索票 我們要檢視你的電腦 請配合執行 電腦 他的電腦確實存有大量的機民資料 也洩漏機密的行為 不是 把答案都刪了 我們提設有資安監視實驗室 配方擷取數位證據的工具 可以回覆你所刪除的檔案 你的朋友羅明熊 已經被我們請到調查局 請你跟我們到調查局說明 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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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例如说美国 英国 加拿大 德国 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 他们为了有效执行自己国家的保防工作 并且兼顾人权的保障 都针对保防相关的法案情报工作来制定的专法 而我们国家的保防工作 长期以来在执行面上 多是行政规则未接为依据 未能规范涉及人民权益义务等相关的事项 实在难以因应当前国内及国际安全形势的转变 尤其中共日趋强烈的情报公式 我国必须采取相关积极作为来因应反制 以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 蔡总统在105年7月22日 台湾地区安全情报协调汇报 指示推动保防工作法制化 并且由法务部调局统筹机关 社会以及军中等三大保防体系 共同延地国家保防工作法草案 前案已经在今年的1月3号 送交行政院审议 那么未来如果胜率的通过立法院删读 并且由总统公布实行 将可以使全国保防事务 具有统合与督导的主管机关 有效执行机关内部安全管控 以及预防工作 完善了公部门跟事部门安全调查制度 也可以使得我们国家高科技产业 金融机构以及核能电厂等 与经济民生有重大利益影响的 重要基础关键基础设施更为安全 不但国家整体安全制度会更行完善 所有的百姓也可以得到 更实质的国家法益保护